没错吧 这个架子能打吗 不能打吗 我落地了吗 你有审批吗 需要审批吗 那可以啊 当然要审批啊 可以啊 你告诉我需要什么样手批 你告诉我 这是我们家围墙上扎的 我没有落地 到你们的可以啊 这个围墙是你的吗 是你家的吗 这不是我家吗 围墙是你家吗 这不是我家吗 你把产业证拿出来 你有什么权利 你把产业证拿出来 你有产权证吗 是我们家100年前的房子 你拿产业证去了吗 你有吗 你去告我啊 你去告我啊 让我拿产权证啊 你去告我 这房子是你的 你没产权证怎么说是你的呢 产权证你有吗 啊 你有吗 没有 你有吗 你去告 你是执法员员 你知道国家公务员 你要告我 你举证 你拿出的产权证 是你共产党的 对吧 讲道理 你有产权证吗 你有没有 我有没有产权证 不要紧 你去法院告啊 拿证据啊 你拿法院告我啊 你不跟我讲 两年前到里头找我们家 这些执法带录像啊 没有错啊 一视同仁啊 对不对 我在我们家做花台的话 需要产权证吗 转身上你后面 占用工地的要做也是种花的啊 有没有产权证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才九十岁 对不对 我们家房子一百多年 这房子需要产权证吗 你后面哪一个啦 最多UK 对不对 要讲道理啊 中国人权的社会啊 对不对 你让我收可以啊 一视同仁啊 这么大的阵容 就对付我们一家 对不对 不就是想共享再共我们家产吗 对吧 是不是 你不用这么看我 我知道你是领导 对不对 法庭上面 你必须要拿出证据 拿出你们的录像 两年前把我这边砸掉的 包括我们家修房子里头的东西 是不是 我们家一百年前的东西 门那窗了 全挖走 索头全抢走 对吧 你们城管很能干 手续哪来啊 给过手续没有 现在再来 我做的花才行啊 你们再来执法啊 我这花才没有错啊 我这犯法犯法了吗 需要什么手续 你告诉我 我这花才我落地了吗 占用国家的土地了吗 对吧 少说几句吧 不是少说几句的问题 要讲道理 中国是个人权社会 对吧 老百姓的财产 都不能保护的话 都没有的话 那还体现什么人权啊 是不是 不就是这些水吧 对吧 你们三有楼上 你那古兰玉管委会 你可以在脑袋上 加木头房子 做房子 家庭理事 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个花台 就犯法了 要这样的阵容来吗 需要这样的阵容来治理吗 古兰玉的张乱差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阵容吗 就是因为我的花台错了吗 看看我这些花台 让所有的游客看看 对吧 我的花台犯法了吗 我落地了吗 你们城乡法里头 可以到我们家去砸花园 说根据城乡法 我现在这里我落地了吗 你说我落地了吗 根据城乡法 我违反哪一条 哪一条 对吧 我违反了哪一条 对不对 你们都有录像 你们到法庭上 把09年的录像也拿出来 我收 我可以收 一视同仁 我让一成款 对小摊小贩 治理不了对居民百姓 就这样的治理 我可以拿掉 没错 你没有拿录像 法院会调取的 是不是 两年了 不是现在 都严重侵权了 这中国人权在哪里 是不是 抢走的东西要归还 09年抢走我们家多少东西 要不要归还 我们家老宅里头的门 锁了 串了 花了 花窗花门了 全部都搬走 是不是 还给动用的 武警这么大的阵容 几部车 多少人头 算一算 对不对 中国的人权在哪里 老百姓的财产 谁来保护 四部车子 公安的 城管的 对吧 武警的 全部都出动 有这样的阵容 为什么不到钓鱼岛去 为什么在古牢 老百姓家里呢 是不是 中国的钓鱼岛 需要你们 对不对 是不是 领导同志 这种阵容 不是对老百姓的了 应该要去对钓鱼岛 四部车 这样的阵容 全部武装 对付老百姓 一个古牢一岛 比钓鱼岛还能干吗 还厉害吗 还严重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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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